引爆地雷炸出黑色浓烟 战争都过了30年 柬埔寨还有数百万颗地雷 这样的痛现在乌克兰感同身受 基辅西北部的小镇布洛江卡 在打跑俄军后依旧漫步地雷 根据非政府组织地雷监督 2022年报告显示 柬埔寨和乌克兰是全球 9个大规模地雷污染国家 这也让乌克兰决地求助柬埔寨 大队人马亲自飞到柬埔寨取经 从金属探测器到日本知名重工 小松电机开发的队人地雷除去机 都请囊相授 乌克兰全国有四成土地满是地雷 已是全球最大地雷区 不仅有俄军埋下的卫爆弹 还有当初为了阻止俄国进攻 乌军自己埋下的地雷 这些地雷藏在树林田野间 不但炸伤农民百姓 还导致64名排雷员受伤 多达13人死亡 排雷员短缺 乌克兰得依靠自愿者除雷 像是这位37岁的女子就放弃了健身教练的工作 来帮忙除雷 还有前美军精锐部队绿扁帽的退役成员也来帮忙 只是缺乏更精准的探测 除了进度缓慢 好在现在乌克兰获得日本援助的排雷神器 Alice Alice是由日本东北大学研发 基本上就是结合了传统金属探测器 以及雷达 可以透过电波研判地雷深浅的可视化探测机器 日本给的干脆 倒是乌克兰心心念念的鲍尔坦克 德国到底给不给还不明朗 泽勒斯基最新发声 似乎在暗批欧美说的太多 做的太少 鲍尔到底放不放行 媒体消息先曝光 德国的民警周刊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 一个说德国总理肖茨点头援助鲍尔坦克 另外一个报道说美国政策法夹湾 本来说不给的M1爱布兰坦克 现在要给 德国和美国都可能迫于国际压力 松口给出主战型坦克 俄罗斯已经开枪 若是真的给 就是对俄罗斯新一波公然挑衅 TVBS新闻综合播放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